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内房股、生物科技股都可以 大家最想知道什么 今天市场上升不上升 估计应该挺厉害 能高开到300点以上 还有我们焦点股 石油类股份随着油价上升 中海油又说派特别股息 究竟可不可以再下一成呢 我们请教专家 我们现场嘉宾有谭志乐 待会我们有姚浩然在这里 先和安乐大招呼 早晨安乐 吴嘉宾早晨 其实我们已经数了一些焦点 但都会总流一些东西 你知道整个市场有很多消息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息口的判断 昨晚美股当然反应挺好 道指都有些危险 跌了矮近300点之后 倒升回收 纳资更加升超过1% 但大家就关注着 特别是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都算是放鹰 他说必要的时间 会加更多次息去压抑通胀 甚至今年稍后时间 他觉得应该要收缩资产负债表 大家当然担心 一缩表市场的资金会否受影响 其他我们稍后再看 息口问题要交给你 如果你说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言论放英 为什么十年期债息也跌下去 又或者市场不算特别害怕 因为其实理率期货市场 一早就显示了联储局 亦都预料了鲍威尔一定会讲加息 没有人会预料在听证会上 鲍威尔突然说 其实不需要那么迫切加息 其实现在这一刻 无论联储局官员也好 或者任何的经济学家 对于全球通胀压力的忧虑 已经知道是不用忽视的 不可能用上年说过一套通胀暂时升 不需要那么急加息 不会讲这一件事 但是其实近期来说市场 或者你见美股高位有个略位的调整 主要原因就是市场主要担心的一件事 不是只是加息 是担心加息和缩表 同时间去进行 但是近期其实讲2022年 就是讲今年 其实就算伊芬鲍威尔的言论上 都是讲回缩表 但就未必说同时进行 但是缩表的时间点 这个才是最拿捏的准确性 现在市场就在估计 可能7月后开始才会进行缩表 起码不是说3月加息 接着5月份就开始缩表 略为退回一点点 所以看到利率期货 其实就很难再拥下去 因为现在利率期货 已经在整个2022年 有机会坐底加3次 甚至有机会加4次 所以未来你判断 究竟市场是拥了 或者是拣了 其实你又是看回到2022年年尾 加息次数去到3次还是4次 这一刻仍然是偏3次的机会率居多 所以短期来说 债息就有个高位回落 但是突然间 货币政策转向 机会就不大 所以美股我觉得只是一个反复格局 我经常都说 因为加息导致股市倒下 机会率是很低的 但是加息的过程会有些新的factor 出现导致经济增长放缩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但是这一刻都没有的情况下 市场继续健康 纯粹高位回套 所以短线来说 我又不会特别担心加息 淑标的问题 但是完全去无事 就不应该的 所以短线来说 美股高位整固 我又不预望有个大跌情况在 但是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吸纳时机 我觉得不是的 这样 保守点看看 美股反复 我认为我联署局官员放映 除了主席鲁威尔的言论之外 其他两位官员都要看 如果你看下去 初步一眼看下去 就看到三月这个数字 阿罗你刚才说 其实市场就 已经很大机会估计 三月就未来 真是有机会加第一次吃的 是不是 问一下Patrick的意见 Patrick 算是派定心软的 即他觉得美股都是导致的反复 不会大塌 大调整的 我知道你都乐观派来的 是 因为我只觉得来说 上半年方面 因为通胀的时候 我们预计都高 所以变了来说 就鲁威尔方面来说 都是要说一些相对上的感觉 好像有些少鹰 因为你看回来说 他出完那个言论 其实那个股市是跌多一点 然后才弹 即是说 初初那一刻 听到他必要时来说 那个加息速度要快的话 那一刻跌跌 然后那些人想想想 其实来说 都是可能只是加三次 四次息 甚至于缩表来说 他觉得是有需要时 他才会采取一个 比较重要一点的策略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说最终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 这么多要一起做呢 我自己又不是说 太过担心 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2022年 上半年那个通胀是高 但是下半年来说 其实那个通胀有机会会回来一些 原因是为什么呢 第一 2021年下半年 那个基数是高的 所以如果你到2022年下半年来说 按年做比较的时候 是有机会会回落 那另外来说呢 最主要现在那个 就是担心和通胀的问题呢 就是说那些人呢 其实就不是很愿意出来 去找东西做 那原因来说呢 就跟疫情都有些关系 因为一些 就是中下层那个的人的时候呢 他是做前线的工作 其实他面对那个疫情风险比较大 所以这段时间来说呢 他暂时其实就不是很出来找东西做 所以导致到那个工资的增长速度就比较快了 那还有物流那方面来说呢 都是有个因素令到的通胀大 那但是如果疫情 就是慢慢都是控制得到的时候来说呢 其实下半年会有些改善了 那所以上半年来说呢 我觉得其实美股方面呢 就会由金融股方面带动的 因为来说呢 就看着那个债息会升的时候呢 正式差都会扩阔了 那这类股份会做好呢 会帮到那个导致 那但是慢慢来说呢 就当那个债息方面 去到比如再上去到两厘附近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债息开始会比较稳定一些 还有其实疫情之前大家想想一下 其实那个债息就在两厘的 就是其实现在都没回到那个疫情前 那所以那个股票市场来说呢 提前已经是反映了这件事情呢 我反而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但是就要有个警觉性的 特别对于一些质素差的股份来说呢 就是要比较上避开的 好啊 答案呢 我发觉呢 Pedget you 和安乐都有一些相似 是不是 那我们港股怎样呢 你知道近段时间呢 就是我们都是有部分当然看着美股了 美股顶得住啊 就是希望昨天来计算呢 就是导致下倒升了 那纳致都升到超过1% 那我们最直接了 看着现在面前呢 见到期指叫价呢 就高水近超过200点 Pedget you 后市你觉得港股存定了吗 其实港股会存定的 暂时 因为最主要为什么呢 如果你说看回来说呢 虽然内地经济 预计第一季不一样的 但正正因为它不一样的 你一致充敬它会 人行方面会有机会放水 或者比较狠狠 较为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 或者会再降准的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间呢 你见其实近期那些中资的金融股呢 包括银行和保险股呢 甚至其实之前的比较小一点的内房呢 其实都有个几明显的反弹呢 那因为中资金融股呢 占行之一比重都不小 它们转强来说呢 对港股都有帮助 另外呢 大家一直都见到强势的汇控呢 都是受惠于那个 正式差有机会抗阔的 憧憬之下来说呢 它都会做好 所以几方面来说呢 都是一些行之重帮股呢 有利的股份来的 所以变成了形成呢 我觉得呢 就短期来说呢 上了十线二十线之后呢 现在呢就要看一下 今天可不可以修复那个 五十天移动平均线的 是的 五十天线呢 其实我们现在都 整整一下都不远了 是不是 我们五十天线呢 就是二万四的水平 那现在我们期之叫价呢 现在拍住在那里的了 行不行呢 阿罗阿问你 你有没有信心 如果要碰五十天线 或者甚至升出 不会说完全没有信心的 但是我的角度 就是过去一个星期 虽然市况反弹都在上力 我们都常说 成交金额偏小 其实我真的 我自己看技术反弹的 但是你那时候 那个角度只看到 弹到上五十天线流上 其实整个2021年 恒指都起码 站过五十天线 五次以上 但问题就是 能不能够长期站稳 是不是转勢 这个就真的完全 信心偏弱 但是要跌五十天线 技术反弹 弹到上去 两万四千二 甚至两万四千五 这些水平 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来做部署上面 可以等它真的站得稳 在五十天线的时候 先开始做一些比较积极的好创部署 相反短线 抱着一个技术反弹的心态 意味着什么 你要转身转得快 因为始终 看上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冲高原一阵 突然高位回落 可能到时候就是说一些消息层面 内房的债务问题等等 但是短线这些忧虑 的确是舒缓着的 譬如说近期风头火勢的世贸集团 大家都在说 星期六、十月、一月十五日的债务 景内债 有很大机会还款 而你看看那一项的景内债 现在是在做九十多元 市场是预料真的应该还到的 所以短线风险因素的确是不多 可以继续看着技术反弹 但是未来是否真的转势 长期站稳五十天线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 所以在部署策略上可以怎么做 炒股不炒市 其实整个2021年虽然指数是向下跌 但其实的确仍然当中有不少的主题板块 可以逆市做好 2022年同样是 现在这些时间 我觉得你要留意银行股、资源股 旧经济股 不是市场最封眼位的股份 那些整体板块上面 其实应该是可以可取的 你也看银行 其实近期都很厉害 汇丰起码这几天 真的像两位所说 是带着市场上 背后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因为加息憧憬 银行股 你都赢了 但问题都升了一点 水位多不多 水位真的不多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这个市况上面 完全要做部署 其实同样地 你去买一些之前跌得多 弹得厉害的科技股 水位都不会特别多 就是我们在说 你现在做部署 最重要是什么 你想想整件事的直博率有多高 银行股 你假设市场一旦完成了 技术反弹回落去的时候 它的杀伤力不大 所以你说短线来说 我们觉得做部署上面 你要水位高的 可能你选一些进取的 跟经济敏感度比较高 那些相关资源股 例如有色金属那一堆 或者钢材股 水泥股等等 这些会直博率高 但是同样地 你面对着风险 也会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风险回报 向来都是成正比 银行股这一刻 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择 特别一些内银股 我反而觉得短线的直博率 是会比较高 建行叫价都挨近6元 叫价5.9 现在叫价升4 近期都是不断在高位 上了不少 工行4.6 等会再更新大家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 银行内银都OK 但我看到你的推介名单里面 好像没有他们的 美股见你选择新经济类 港股又是选择新能源 新经济航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 银行股是强势 但是因为已经强了一段时间 比较健康的 上来差不多8-10% 你再升幅度不太大 所以现阶段 你再买下去 就未必有很多水位 反而反过来 我就留意 比如说近期都有回调得多 而由行国拆的新能源 譬如像龙元电力 它由19元到16元 其实都下了很多 譬如之前那些绿电的 譬如华人电力 那才算 之前就担心印尼那边 就不出口这个煤炭 所以就跌了下来 你看到它由28元到20元 接着现在都去到21元 起码有些幅度 我觉得薄反弹就会比较好些 另外来说 集装商方面 上海集装商出口指数 上个星期仍然是高位 3426比上个星期 升了2.6% 所以变成来说 我只觉得集装商方面 股份仍然是比较偏好的 所以我觉得亦都可以留意 几秒时间快问 如果现价来说 你刚刚提到这几只股份 最直播哪一只 贪心点 我觉得最直播来说 其实就是836 因为市盈率只有9倍 息率也有4厘 由28元到20元 上去24元 其实都有一成多的潜在升幅 好 多谢你的提示 大家当然自己 老土地说句 只要研究一下 图表确系回了5天之后 昨天就显着反弹 叫价进一步 在升超过1% 旗子暂时都对板 现在都逼近24000 高水250几点 即是恒生指数有机会高开超过200点 新经济股叫价OK 网易叫价7% 中海油说派特别股息 亦都升7% 我们多谢PATCHEK 回来和安乐谈谈中海油883 旗子当然是高开 最重要现在的情况如何 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 刚才高开294点 开市那下差3点到24000 开市那下即月份23997 最新仍然升274点 总成价有2000张 刚才提到 恒生指数计24000 附近是50天移动平均线 看看有没有机会稍后收复 我们当然要看看 那些焦点股 今天有什么值得跟 安乐和你一起谈一下 刚才你都说883当然要看 因为集团就说去年 公司上市20周年 打算派发特别股息 几多那里要等集团决定 但未来三年 2022、23、24年 他说每一年的股息 就不少过7毫子 这个不少 因为它的股价昨天都是8.6 每年派7毫子 大家除了8.9厘股息 很厉害 还未计算去年的特别股息 等下你再说 其他再数一数 比如友邦都值得留意 例如想买资产 当然是全民来的 澳洲资产 考虑出售 世贸那里 刚才你说了 我就不重复了 可以之间折让一乘四 配股集资 这一点都要讲讲 广气那里有盈起 内需股 估计去年多赚至少11% 周大福又上一季零售数据 中尚银行去年盈利是增长 挨近1.4% 不良贷款率下降 多谢883 如何看 883 其实为何是一个市场焦点 固然消息上也不算震惊 但是叫做惊气 会派特别息 甚至说明会提振股价 除了说全年派息不会低过7毫子之外 意味着每年座底至少有5厘留上 另一方面就是公司也说明 因为在去年立入了美国的制裁上面 外资令到股价很惨 他们除了说会派息之外 回购股份 再加上回A等等 你看到很多动作去托着股价 当然托着股价 股价因此升上来 但譬如今天这样算 高开成差不多接近1升 去到9.5-9.4这些水平 但其实你用价值股的角度去看 仍然是便宜 单位数字的市盈率 股息率 预料还在7-8厘左右 甚至有成本接近8厘左右的水平 有价又在高企的状况 所以股价其实是硬正的 有货继续中线持有 完全没有问题 但其实我想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很多资源股 都是有些类同大同小异的状况 不要计算特别息 因为它是20周年 但你说其他资源股 有不少和经济敏感度不高的 相关资源股 例如一些能源 即是煤炭 石油这些 其实说股息率 这一刻 大家斗高 高无意思 尽数公司有个稳定现金 稳定的派息能力上面 就有个价值投资在 所以短线如果在市况上 你见到升的时候 你想去买东西 加仓的话 当然百八三升那么多 你去追 直播率会不会很大 看看有没有机会 抠九元这些水平 你再去买 但你同样地 你讲到油股上面 好像八五七 或者刚刚讲到煤炭股 好像中国神话一样 其实讲到股息率 都有差不多10厘左右 这只升上来 你其实可以留意 其他未胜的相关股份 有些同样概念 相关因素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资源股比较稳定的 就是买一些有稳定现金楼 有稳定派息能力 大胜的 好像煤炭 油这些相关股份上面 不担心经济增长 有个急剧 当然你去到层面上 经济大衰调 大衰调衰退 什么都死 但现在市场 未去到这么悲观 只是担心经济增长放缓 一些经济敏感度不高的油 煤炭这些 当然它们都是跟经济下 但敏感度相对比较低 短线资金会追近这些股份 但如果进取一些 我们经常说哪些多些水位 你说一些有息金属相关股份 例如紫金、钟铝这些 短线走势更加强势 你拼这些 就变相高风险高回报 所以看看大家想要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在市场 如果你纯粹求稳定回报 当然883升了一时 不会建议大家为短线再去追 但中线角度上仍然是乐观 看10元都可以的 你特别现在有这么多利好因素 但如果做部署上 可以留意857 或者是中国甚或1088 好 857和1088 哇 我抽红号都要记下先 我们再说一下 中海油 刚才你说了 我都不用再问 因为你说 等它回到9元附近 才再后 因为这下升得比较急 不确是的 今天的因素 很感谢你帮我们补充 不单是有息口 集团又想着回够股份 是吗 形容自己的市值被严重低估 883这样说 希望透过稳定派息 和回到A股上市 就稳定股价 当然什么时候回到A股 集团就说 暂时都未有时间表 这方面要留意 但今天股价 现在都应该出来的开市价 其实它破了去年的第二第三季 刚才那图出了很久 大家一开出来 已经是破了那两个端端的位 破了位 究竟再上不上呢 我们待会再跟着 刚才你帮我们看 就不一定是追他 857和1088 还有风险高些 有紫金和中国铝业 如果现价来说 你知道家庭观众 当然想我们打烂收盘问到督 那哪个会比较直博一点呢 如果现价 因为始终说 我们经常说 你这一刻买 做一些超短线部署的话 最底 最应该买的那堆 可能已经是这一刻慢了一点 始终你看到恒指都上到2万4 所以如果用中线部署 我们会主张买2600 作为一些有色金属板块 而油股上面 可能会选157位主 但这些是偏中线部署 但如果你说短线来说 指金图昨天才正式向上突破 这些位置追 我觉得都不算太迟 所以可以考虑299指金 短线就看10元 但如果你说中线角度上 其实你看整个在2021年的时候 铝的有色金属行业 摆明是完全任何板块 任何股份都是 比铜更加优势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供应紧张 或者价格上的上升趋势 会比较明显 短线来说 如果2600 我觉得他有没有机会 抠回4.6 这些位置才出售 但你说论目标 他就会更加进取 可以看到接近6元这些水平 但要记住你买这些资源股 普遍你都预计到去 今年3月份出业绩 或者迎起期的时间 才会比较化算 所以又不需要那么心急 近期升得比较急 破坏位那些 普遍的策略 例如883 2600 我们会建议抠回调 的时候才买 就算了 买着其他东西 但是你说中期走势 这些已经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办法 好 等他回套再买 近期见他由低位 大家看到图 4元以下 抽了两成 抽了两成 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逢出阳烛 像过去几个交易日 成交不断增加 升得来成交又增加 这些是好的地方 大家就 安乐已经给了意见 等他回调再买 就稳固些了 恒生指数开出来 高开330点 一开市真的可以 五十天移动平均线 已经是碰到 碰到 上去一点点 五十天线 二万四千零四十点 开市出来 二万四千零六十九 凸出出来二十几点 当然安乐 你刚才提到 站不站得稳 是最重要的 不是升得破 而是站不站得稳 现在成交开出来 就是33亿 金融指数可以 立即敢按 汇丰说汇丰52.1开出来 虽然未升两毫半指 但汇丰上到52元 再创超过一年高位 建行也去到超过一个月高位 高开去到5.88元 待会再更新 安乐 其实升不升多市 我们只剩两分钟时间 这只股份 我们都要加插一下 一只腾讯 主席马化腾 就据报出席 去年年底的员工大会上 有话说 对去年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跟员工发表意见 他怎么说呢 是很谦卑的 他说腾讯是一间普通公司 随时可以被替援 他说未来腾讯在服务国家 和社会的时候 要做到不缺位 又都不越位 不要越位 要做一个好的助手 不过说真的 他是不是一间普通公司 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龙头公司 不过说普通这个字 我想大家觉得 近段时间股价是普普通通 说完这些谦卑的说话 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玄机 那腾讯股价怎么走呢 原机又真的没有 这个也是腾讯一贯的作风 其实是好事来的 你说这一刻 其实科技股都是以低调为主 会相对地比较好 你政策上是以反弄断 其实你说如果 刚刚说股价普通 普通已经算是这样 它可以结束了下跌 可以继续一个横行趋势 近期收到420元已经很聪明了 所以我想短线来说 你拿着腾讯 你又不用太担心 但是要想一些是股王 从十星势去到600元那些位置 这一刻我就觉得 还未去到这么乐观 看着看步行步 短线来说 有货应该拿着 这一转反弹升浪 你看个横行区间 500元这些位置 有机会碰到 去到那些位置才考虑 需不需要下车 但是加着去买 其实市况上面买很多东西 都会直播率相对比较高 所以我们想的是直播率的问题 这一刻腾讯入市 我觉得意欲我自己觉得不大 多谢你补充 那当然今天新经济股 除了腾讯之外 其实有点更漂亮 以今天计算 开市那一刻 京东高开8% 美团都高开到超过3% 所以指数高开到330点 除了金融股之外 新经济股今天都是火車头 有没有插帐刚才经过股份 都没有持有 市场有很多焦点 我们回来再跟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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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就看到暂时都维持到升势 升至350几点 留意内地股市都是高开的 湖山300指数高开0.4% 大家聚焦着即将公布的内地通胀数据 最早还有力 再升1.6% 去到8505点 焦点股当然很多 包括中海油 说未来三个年度 全年的股息 每一股是不少过7毫子 又表示将会派发上市 20周年的特别股息 刚才股价曾经升成一成 最高跳过去9.52 最新升幅收窄 升9% 我们看看活跃港股里面 应该都看有没有中海油份 第三位 爬了他的头 以成交比较多 腾讯 股价升10.6% 美团升10.8% 升幅超过4% 中海油报 友邦升1.5% 升80元 京东集团升超过8% 焦点股当然不止这些 包括周大福也要看 上一季零售值 按年升了3.1% 即生意很好 特别是内地生意带动 内地按年上升 升跨近3.9% 最新股价升峰超过4% 当然内需股 看海二字架 6690 大折让配股 折让14% 配股集资11.6亿 投资工业园建设 工业园 投资ESG 不知大家买这个概念 折让这么多都不用跌 股价最新32.7% 看看世贸集团 提到星期六到期的境内债 全民还到钱 股价暂时两个都向好 先休息一下 身边嘉宾这一节有个狮子郭sir 郭sir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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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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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大市氣氛向上 內地股市今早開過靠穩一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幅到0.3%,接近0.4% 3581點位置 深淨成分指數升幅接近0.8% 後事向我們要找內地經濟數據拍一齊說 事關郭Sir,今早公佈了內地通脹數據 出來都算是低於市場預期 即是無論是CPI或反映上游的PPI價格指數 本身市場已經比上個月按年升風收窄 收窄的幅度好像是更多於預期 如何評論這個數據 以及對於未來的衝勁 究竟會否有貨幣政策動向 以及大盤的走勢 你有甚麼想法 數據的確是比市場預期為差 加上近期的疫情升溫 估計首季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捱打的狀態 就正正因為這樣 要維穩經濟 就是說 稍後應該有一些政策的下放 包括採取比較寬鬆的貨幣政策 剛才提到的下條銀行準備金等等 而最關鍵的 我自己覺得要維穩經濟的發展或者增長 最重要當然是刺激內需和固定投資這兩個大的板塊 就是幾乎可以比較肯定 這兩個板塊應該由政策繼續訂出來的 說到底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內房的債務問題 繞揚了這麼久了 市場都是在等著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它不會讓情況一直去到一個很極端 到爆 我想政策就不會這樣 因為這個和維穩經濟方面的精神是背持鎖的了 所以很大機會是會有些政策出到來 通過政策去舒緩相關的問題 從而令到市場回復一個信心的 這一點就正正是因為 相關的數字是比預期為差 更加會刺激到 提振到市場對政策下放這方面的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大家不需要抱著太差的心情去看 預期有可能 之前的大行都說過 有機會為了緩衝 令到內地經濟受到疫情 有些拖後隊 可能都有一些降準的動作 剛才郭Sir也提出了一點 除了這一招之外 會不會在基建 尤其是專項債 加快落地 還有就是谷內需這一招 令到整個經濟氣氛 沒有我們之前預期那麼差 都要判斷一下恒指方面 今天都算突破一條五十天線 對於你來說 這個算不算是大市好壞的一個分水嶺 升穿了的話 上面的水位望多大 OK 五十天線 通常是代表一個 中短期後市的表現 簡單說 指數如果能夠穩守五十天線樓上 而成交金是配合夠的話 最低限度由低位的反彈力的延續性 是會長一點的 不會這麼快遠 反過來 由高台的下限 一旦跌穿了五十天線 一旦跌穿了五十天線 一定有追溝的壓力 那一刻來講呢 再向下調整的深度呢 千萬不可以看輕 好了 很久了 很多個月了 總之今天回到五十天線樓上了 令到大市呢 漸漸 第一 已經是擺脫了早前續沉底的形態了 第二 技術上由於指數已經穩守十二十天線 而且十天也都回到二十天線樓上 就是這一陣的反彈線不是一般所說的 彈散 不會的了 是彈完 穩定 再上 穩定 再上 是一個延續性的聲勢的 加上有些政策就不斷推出來 所以 現在這一刻來講呢 我們看著十二月的高位 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過得到的 擺制上樓梯 再看一看十月 十一月份的高位 去年十一月份的高位 二萬五千七百四十六點 斷斷向上網 斷斷慢慢地去看 千萬不要急 不要用就行了 好 今天希望就穩守着五十天線的水平 兩萬四的大關 如果我們當然希望守得住的話 郭sir就說 首先你都說的 蟻劑上樓梯 上面看著二萬四千三百點 再看一看 還有一千點的水位 就是二萬五千七百點 逐步逐步來的 暫時來說 恆指都進進三百八十三點 升幅到百分之1.6% 正在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五點位置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其他焦點股份 看看汽車股 廣氣發了一個型起 這間車企 今早早高開接近四個percent 營起的細節是有些甚麼呢 預計去年的淨利潤 按連的增長 一成一 至最多兩成七 意味著 賺最多76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主要因為公司說 克服到晶片短缺的問題 原材料價格上升和疫情反覆等的挑戰 令到生產和銷售穩定增長 現在來說 都升幅擴大 列口上升幅擴大 暫時接近六個percent 七個九毫三的位置 郭Sir 剛才提到喜訊的數字方面 有沒有驚喜 以及當中的亮點 晶片那一刻 你覺得它是怎樣出一些招數 令到可以舒緩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可能設計方面稍微有少少改動 其次來說 產量有少少調整 都可以就著芯片或者晶片的短缺這方面去做一個發展 因為這個芯片的短缺是環球的問題來的 亦都不可能說一個月兩個星期可以解決得到 問題就是你要應對這個情況的話 你汽車的設計 或者自己國家都有些芯片的 你降低的小小的要求 都一樣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不需要去到一個很極端很高科技的芯片的話 其實現在我們駕駛的普通的車來說 一些比較中端小小的芯片 已經可以滿足到市場的需要 再說 汽車的板塊 大家都不應該看得太淡的 因為汽車以後發展得好 可以拉動下游四十幾個行業 首先可以製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還有在內需板塊裏面 最重要的當然是房產業的發展 其實就是汽車業的 在內需裏面 所以我對這個板塊 我不會看淡的 不過近期來說 整個板塊的表現的確是差於大市 可能早前就升得比較多 回一回氣 對 回一回氣 加上近期市場的焦點就去一些傳統的股份 包括內銀 或者香港的銀行股 甚至乎其他一些收息比較穩陣的公用股 就是由傳統經濟的股份 去拉動這陣股市的上升 變成早前略帶投機的汽車股 現在就處於一個整固和消化之中 但是中期來說 不應該看淡的 不過短期來說 我想這個消化和整固 都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始終累積的升幅真是不小的 如果是廣氣而言呢 它預測市盈率都是8倍 但是它偏向還是傳統一些那一販的 今天就8元位都還在增持著 怎麼看它的質地 有貨沒有貨 以及應該怎樣做呢 有貨當然是放在這裏 現在老實說 這些價錢 如果只是去賣的 除非真的逼不得而 拿得比較重有壓力 如果不是 沒理由現在這個時間來賣 恆生市道剛剛過了一條50天平均移動線 早不賣前不賣 怎麼會今天這個時間來賣呢 第二樣東西就是 既然它的業績也都交到功課 況且看回歷史上的走勢 由早前接近6元邊開始的上升 是處於緩步上升 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短期來說 可以望高一點 大概是8.7左右 看過不過得到 過得到下的目標就看上去 大概9.23左右 有貨當然是放在這裏 沒有的話要搭這輪順風車 分階段慢慢賣 不要急不要用就可以了 好 暫時來說 近漲去到6% 繼續在6元的關口拉拉腳腳的 另外我們就看看配股的股份 最新有隻可以自家的家電股 配股集資超過11億 向董事梁海珊等的投資機構 還有私募基金 泰盟投資等配售4000多萬H股 座價28元 比起上天的收市折量超過1乘4的幅度 雜資所得 用在擴大海外工業園的產能 低碳技術研發等等 剛才我們聽到很多配股的消息 中國中藥等等 康熙樂的不是配股有減遲 這次可以自家的反應 就不算大 高位回吐一點 市場是否購買它的用途 當然配售股份來說 一般的股價都會略為受到影響而下限的 但是以可以自家來說的表現 已經不算差的了 昨天收到還是32.7元 今天曾經見一見33元 就是輕輕度勝過的 有理由相信市場對它的配售行動的看法 還是比較正面 況且加電 內需這個板塊 大家都不看淡的 尤其是經濟增長放慢 更加需要投放政策在內需這個板塊 所以市場的反應還是比較正面 不過說真的 28元的配售價 現在32元去買 如果給我 我都會稍微等等 希望股價 接近30元或者30元 多一點 是 沒錯 不會去到28元那麼低 但是最低限度 你說完全沒有反應 我就有一點點 好像是 不是那麼甘心 沒理由你28元接到貨 我現在32元是買的 等便宜一點才買 好 如果沒有貨 我先回一回氣 簡單看一些浪人股報報價 中信銀行今天創了超過一句高位 去年純利升幅接近一乘四 超過預期 另外口頭補充 交通銀行今早上也創了超過52週的新高 謝謝郭Sir跟我們分析 我們再有車站 剛才剛提到的內地通脹數據 就低過預期 通脹沒那麼猛 似乎是否都幫到市場有個小小的定心軟 恆生指數開始上回24000 見了大概一個月的高位 之後升幅擴大 一度升超過400點 高位剛才做過24,070點 最新仍然升382點 新經濟和部分金融股帶動市場 總成價258億 看看焦點股當然不少得剛剛提過的 資源股都要提到的 我們今早也提過的中海油883 最多升一乘一 為甚麼呢 因為集團打算派去年的特別股息 還有未來三年股息都不少過7毫子 股息很高 股價搶高 還未計油價昨晚上升 金融股匯豐升穿過52元 不留意建行公行升完之後 一度倒跌 內需股有些OK 廣氣發營起之後 股價一度升6% 比亞迪升4% 別漏了里寧、安踏那些 至少升幅都有超過3% 看看會有港股裡面哪隻上榜 我們看看排底位有騰訊 股價升10.6% 美團升11.6% 升幅半成流上 中海油升幅稍微收窄 9.17升了7% 10個月高位附近 京東高開8%不肯收油 297.8升8% 友邦都升到80元樓上 升幅由1.9% 最近友邦約小一點 中約上80元 看看6至10位有些甚麼 包括有釀明生物連升幾天 再升6%回到93元樓上 快手升3% 阿里巴巴今天都動了 128.9 128.9升超過2% 昨晚中概股整體OK 所以帶動到京東阿里巴巴那些做好 刑副基金當然跟恒指走 升4毫子 24.2毫 汇豐控股就52元樓上 聽到超過一年高位 最新升1毫子 其他主要藍籌股 除了汇豐有邦之外 中移動 行不行 近拍幾強 最新捱近51元 升幅又捱近1% 整版升幅計 港交水最好 這幾天是旺範 港交水上回是460元 稍後再補充 我們找郭Sir有問題 郭Sir早晨 早晨 早晨 要辛苦你了 排隊的粉絲 王小姐等你了 王小姐你好 是 早晨 王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 我想問23100平保 我平均價57元買的 我想問今天升了那麼多 他都升不到 我是否現在要走 還是機器都可以守 因為上次都是613 我想應該如何抽作 還是轉起23800 還有熱身800 中央香港會好一點 因為中央香港 高位可以賺到30元 我應該電影抄襲 麻煩你 簡單來說怕升不起 郭Sir你覺得呢 我認為現在這分鐘 可以稍微等一等 因為平保行指成份 佔比重雖然不是特別多 但是大家留意 他的股價已經輕輕達過了 60元早前的商訂 沒錯 去到大概是64元 65元左右 這個是有些阻力的 現在這一分鐘 我就建議暫時等一等 因為整個市 已經突破了50天線 理論上會在24,000 在阻止進入一個階段性的發展 能不能夠進一步向上 突破12月的高位呢 儘管看看 但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這些浸星 是由傳統籃籌的拉動 如果你說真的要買銀行股的 匯控、渣打、中銀香港那些都可以分階段慢慢買 我沒有意見的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價錢 如果拿著這個平保 是可以有足夠的持貨能力呢 我認為呢 暫時是等等先 如果看見一個月的高位是62.2元 那時候呢 你才考慮先走三分一或者一半 剩下的就看能夠過得到64、65元那關 以現在這個價的水平來說呢 暫時來說孤有一點可惜的 我建議先等等 不要動 不要轉著 先看看平保能不能夠挑戰一個月的高位 62.2元 好嗎 好啊 給點耐性先 是吧 都下來了一些的 郭Sir覺得可以上去分階段減 有些信息 不過呢 剛才我們平時說一句呢 就不幫家庭觀眾問兩隻股份 但是呢 他剛才問那隻中銀香港呢 我覺得大家都關心銀行股的 不如就問一下吧 他說得對的 因為他的圖中銀香港呢 幾次去到29元附近都頂住 29、30元那樣 今天就稍微回吐了 中銀香港 你覺得呢 水平有多少 暫時來說28個秋半 是一個月和一年的高位 但是這一陣呢 我們不要用紀律分析來看了 因為美國的息差 一路一路向上調的話 即是息差擴闊 美國加息 對銀行股來說呢 是正面的 最單是息差擴闊之下 大家認為利息收入 未來一年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幅 那股價呢 一旦突破了28個秋半呢 試一試三十元的機會是相當高的 但是整個銀行股的板塊 我在火車頭呢 應該是匯紅那裡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的話呢 我首選都是匯紅的 但是你說 就是27.7買中銀香港呢 其實我也不會反對沒有意見的 郭Sir你引我而已 那匯豐看多少錢 都要問這個價錢 我看多少錢 匯豐老實說 現在你去到52元 大家記不記得 幾年前 匯豐未宣佈派息那一刻 是六十多元的 他已經由八十幾元跌到七十幾到六十元 宣佈完派息 跟著隨正賣 不派啊 這樣才跌到27元而已 好了 現在回上來了 四季息就未必派得到 但是一年兩次息 始終是派到的 那最不明的時間已經過了 那我對匯紅的看法呢 我就是分階段的 40到45是一個階段 45到50 50到55 55到60 現在正在進入了50到55這個階段 最終我都看上55到60元的 因為如果能夠 恢復中期和末期適合派送 穩穩定定的 市場的信心回來的話呢 他試上55到60的機會是相當高的 太大的升幅 我暫時說就看不到 不過我估計呢 他歐美的業務 他慢慢慢慢剝離 發展回大中華這方面的 那麼對他的股值 應該給高一點點分數 好啊 清楚了 最高今天就做過52.4 郭Sir覺得呢 還有些稅位 好 那我們就說一輪銀行股 大家關心嘛 我們呢 不好意思黃小姐 要等一會 黃小姐 你好 情況怎樣啊 我們就說一輪銀行股 可以拿起電話和郭Sir聊天 黃小姐 你好 情況怎樣啊 喂 黃小姐 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問那個吉利汽車 現在這樣才能進入 我想買啊 好啊 好啊 郭Sir 值得買啊 首先 吉利汽車近期跌了不少的 千萬不要說三十幾元 我講到二十幾元 這一下下來 哇 你看 真是跌到人家很痛的 二十八元去到最低位 差不多十八元 沒有足足十元一股 不過說真的 其實我一直都認為 汽車業在內地 內需市場是很重要的 國家的政策根本上是不會打壓的 那能夠跌到十元一股呢 用另一個思維就是 剛剛好提供一個機會 給你去低級 那至於什麼價格去買 怎樣買才是要考慮的 以昨天十八個九 現在十九個二來講 都是屬於一個緩步上升的勢頭 當你想買一萬股 不如這樣 它是一千一手 買兩千 擺住手門口 萬一再下的 那老實說一元幾毫子上落 都是一兩千元的帳面上輸贏 問題不大 下了去 有信心 再買到兩千 你反正二十元以下 如果要做部署 就分階段慢慢買 如果真正的阻力 第一個關口位是二十元左右 如果過得到二十元 再向上走 就是二十二元左右 能夠過到二十二元 就顯示到二十二八元 開始的所謂的中期的調整 大型的調整 已經是過了去的 現在這一分鐘 矮仔上樓梯 慢慢走 我就覺得 分階段慢慢買 一千也好 兩千也好 分轉買 問題就不大 好 這位家庭觀眾是想買的 是吧 葛Sir都答清楚了 這個價位都OK 當然要留意一件事 近來吉利汽車 葛Sir 公佈了去年的銷量目標 只差一點 始終是不達標 所以有個別大行 調低了目標價 影響了股價 好 這次我們繼續回答問題 有儲行 Billy Bill 就問這隻股份 買了 5.4毫半入了 這隻強勢的 是否繼續拿好 還是賺錢就走呢 我覺得繼續持續 不過呢 有時有吃不吃就不是那麼好的 好嗎 不如這樣 定低指賺位 聽清楚是指賺的 不跌穿6元的 我就繼續拿下去 跌穿6元不是叫你全手走 最低限度 起碼走了一半 先下袋 剩下一個半 慢慢再看 這輪的走勢是相當亮麗的 試試是早前早前那個高位的 如果過得到 正式是逐尋頂的 這個高位是6.32元的 至於你說 去年那個近一點的高位 1 2 3 4 5個頂已經是過了 我就認為 放下一個指賺是6元 剛才我提到了 跌穿了的 賺了一半 如果不是的 有得是防止要 6.32元 如果一旦過了的話 就矮仔上樓梯 讓他慢慢向上走 不用急 不用用 是的 可能家庭觀眾說 為甚麼定6元 其實郭Sir看這個圖 都明白你想怎樣的 是的 因為6元是之前的突破位 現在6元 大概附近變成支持位 穿支持位就害怕了 是嗎 定格是sir 多些 所以6元作為支持位 如果穿的話 就作為指賺 可以放指腰 常常教大家 郭Sir 好 這個時間 楊小姐在這裡 歡迎你 Hello 楊小姐 有甚麼要問郭Sir 你們好 你好 你說 今天是9988 是 好 你的情況如何 290又有貨 129又有貨 哦 交了駐 是嗎 是的 不過始終那駐 290那駐 郭Sir仍是差很遠的 是的 我想他都關心 甚麼時候 回到上去 有沒有機會 三排兩半 都回到290元 他最想問這件事 是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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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元 129元 我當你兩駐 都是一樣樣的駐 加上就用心算是411 411除2是210元 那就好計算一點了 我的目標價是211或者220元 的確短期來說 沒那麼快容易見得到 阿里巴巴除淨前156 一除淨之後 低開140元 就一插到109元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好了 109元已經形成了一個商帝的了 現在股價走上129元 而最大的 技術上的阻力 都是140元 如果過得到140元 或者回補140到156元 這個下降列口 那就可以看高一線的 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這一分鐘就 真是按兵不動了 直到後期去過得到 保得到這個列口 上去150也好 多少都好 之後打電話來再問一個 看看是怎樣的情況 因為你289元的首貨很貴 不是這麼容易見家鄉 129元 拉文下去大概是400多元 一除二就是210元 希望下個浪 可能是今年年中 有個大浪 如果配合得到 走回浸上去 到其次再算了 好嗎 好 可以看高一點 如果到達到210元 基本上都打和 都應該都開心 阿里巴巴當然近來 都由低位升了一些 最新升幅不用我說了 郭Sir有沒有拿著剛才談過顧份 有拿著少少阿里巴巴 郭Sir這些好友 今天開心了 指數繼續騎五十天線 升至三百九十幾點 我們回來跟著 好朋友 好朋友 週末 月 三百五十九 葫 兩 三百五十九 九十九